好,剛剛的程式呢,是你把內容寫詞在這裡 內容直接寫詞在這個IES.net裡面 但是這樣子寫不太好 因為你永遠都是不是傳回那個資傳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個可以傳回HTML的Server的話 最好還是讀檔 從檔案裡面讀出來,然後再傳回去 那所以這裡我們就見了一個叫HTMLServer的東西 那這個HTMLServer它你執行的時候呢,它會傳回 預設 預設它會傳回index.htm這個檔案 然後呢,傳回的時候它會順便印出來 那我們程式就稍微複雜一點點 HTMLServer HTMLServer 這些都定義好 然後去引用的 台式庫 這些都 都用好 然後一樣用HTMLServer 去建立一個HTMLServer 但是呢,裡面就不太一樣了 裡面一開始呢,我們就 第一個 我先從req,request 就是對方領護來的那個請求 請求裡面它有錶頭 錶頭裡面有網址 那 以這一個 HTB這個物件 和request這個物件 其實它 在連線進來的時候 它都已經把它 給 格式化了 那格式化之後就變成一個 物件 所以 你可以直接 輕易的用req.url 就這個req 請求的 網址 去取得它的內容 然後接下來叫 呼叫 呼叫url.parse 去把它裹氣出來 那裹氣出來之後呢 其實看 它就是那個網址的 內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 取得網址之後 我們還要跟著根目錄 根目錄到底在哪裏的資料夾 然後拼起來 這兩個 兩個 包含路徑和根目錄拼起來之後 才會變成一個完整的檔案路徑 那我們把檔案路徑印出來 檔案路徑印出來之後呢 我就 OK 已經取得正確的檔案路徑了 這時候我就 用呼叫readfile 呼叫readfile 去讀取那個檔案 然後編碼呢 我們預設用UTF-5的方式編碼 這裡又是個匿名函數 匿名函數 這個匿名函數呢 就是說 當我讀完檔案之後呢 檔案讀進來 讀完之後 OK 如果發現讀檔的過程有錯 讀檔的過程有錯 我就會出錯誤訊息 然後呢 傳回404 如果你 曾經 我們之前寫webserver的時候 404 或者你曾經看過人家webserver上面寫 404網頁找不到 所謂傳回404就是指網頁找不到 所以你就傳回404 它 如果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的話 這一段就不會執行 沒有錯誤的話 就會執行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正確讀取了 那我們就把HDML傳回去 HDML傳回去 我們先寫出表頭 200OK 對 正常傳回 那接下來呢 把檔案寫 寫回去 那這個檔案是哪裡 這個 這個檔案其實已經讀成 一個字串 redify已經把它讀成一個字串 那我把檔案傳回去 然後印出檔案的內容 印出檔案的內容 然後無效接觸 OK 這樣子的結果呢 你會看到 我們 我們 這一個HDML server 它其實可以傳回 就是不止一個檔案 就是給它什麼路徑 只要那個檔案存在 它就會傳回那個檔 那個HDML檔案 那我們先把這一個 網址的內容 扣下來 不過這裡 我們可能還在 需要建立一些 一些檔案 OK 我在想 我應該 我應該是有 有放那個 有放整個壓縮檔那個 稍微 登入到Buds上面去 刷下來 好 剛剛有同學問到 就是那個 我東西現在都放 抓Buds上 對 那 抓Buds 從前的版本 都有一個 發過一個公開資料金 那現在他好像取消 這個公開資料金 對新用戶而已 對舊用戶 他還是繼續放的 所以我的東西都還是會放在 這個公開資料金上面 所以不是借對以上 那這邊呢 我們 課程是這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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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邊 這邊 我們 我們 先拿 我們 Web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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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載一下 那這些呢 我 先把它扣出來 我一起傳到 傳到那個Facebook上面 給大家 OK 我把它傳到 Facebook上面 OK 這裡先傳到HTMLS2 OK 那這一朵 我們把它解開 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要說到 這裡叫 HTMLS2 裡面你可以看到 除了這一個.js檔 以外 我們還放了一個 index.html 那這個index.html 它連到 hello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 hello.html 那hello.html 上面就有一個 hello.html 所以我們 故意用這樣兩個檔案 加一個程式的方式 去 讓你知道說 它其實 不是只有傳到單一檔案 只要你在那個 是要講底下 甚至只是要講有檔案 它都可以重溫 那我們就可以來執行一下 OK 我們去到HTMLS2 這時候呢 它會啟動這個 HTMLS2 它會啟動這個 程式 在這裡 不過這裡你會發現 為什麼連結與繩毀 因為 沒有這個檔案存在 我們根本沒有給它入鏡 所以它沒有這個檔案存在 那如果我用 那如果我用 index.html OK 就有 就有 index.html 那這時候呢 你打 點這個hello 它就轉到hello.html 你再轉回來 OK 這是可以的 那我們 你可以多加幾個檔 你就會比較 感覺到說 OK 有點像一個web server 但是它不能轉為影響 它只能轉為前線 所以請你去看一下 試著理解 這樣一個程式 程式 其實除了引用斷以外 就是從十二行開始 一直到二十九行 真正的重點 只有十七行的程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樣的寫法 有沒有辦法完整的理解 它的意義 那 剛剛我們已經講解過了 各位先看一下